由于缺乏耕地和气候不好 阿联酋80%的粮食都是要靠进口的 据了解阿联酋的进口农产品的市场规模 高达65亿美元 这也让当地的初创企业看到了商机 在阿布扎比的市中心 建成了中东首个高科技温室大棚 具体来看CNBC的报道 这里就是阿联酋纯真收获智能农场 虽然室外温度通常会超过40摄氏度 但温室中通过传感器和相关软件 调节阳光温度和湿度 没有土壤不需要杀虫剂 为农产品提供了独特的生长环境 温室中每平米产量 是传统农场的10至14倍 用水量反而更少 我们可以肯定吃到最少的东西 葡萄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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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葡萄、玉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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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 玉莓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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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红萄、玉莓、玉莓、玉莓、 最少的东西 最多的气氛 最多的气氛 在中东中最多的气氛 最重要的气氛 可以每年都产生产生 这就是开启了一个大型市场的机会 所以 美农 你怎么能够从菌 进入市场的股市场 基本上我们每天都种植 它进入一个盘子 然后我们把它放入一个盘子 在中东 温室农业呈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 也实现了经济多元化 最终帮助当地以更少的投入 实现更高的产量 目前 纯真收获智能农场 正在寻求超过2000万美元的融资 并希望将它们的种植理念 推广到其他国家